中国人在自称时,一般有两种称呼,一种是自称华人,还有一种就是自称唐人,这足以见的唐朝这个朝代在历史上的地位,实际上唐朝是从秦朝开始,唯一一个可以与汉朝媲美的朝代,后世的皇帝无不以达到唐朝的武功为荣,那么唐朝到底有多强呢?也许我们可以从唐朝灭亡的国家来看。 据史料记载,唐朝从刚刚建立开始,灭掉的由影响力的大国至少有三十多个,比如东突厥,西突厥,后突厥,薛延驼国等国,若是算上西域一些名气不怎么大的国家,那唐朝灭掉的国家就更多的了。 总而言之唐朝就是一个典型的,不服就干的国家,谁敢侵犯他的国家尊严,直接就派兵绞杀。 正如李白的诗所写的那样,延峰吹霜海草雕,金干金金虎马交,汉家战士三十万,将军兼领祸飘摇,流星白已要尖叉,见花丘连光出霞。 实际上不仅仅李白这样的文人尚武,唐朝几乎每个人都尚武,连杜甫这样的老夫子形象,也写出了摄人仙摄马,擒贼仙擒王的名句。 下面,我们就来盘点几个被唐朝灭掉的世界性大国,让我们看看与强悍并称的圣唐究竟有多么强大。 一,突厥 大唐灭亡了突厥三次,分别是灭亡东突厥,西突厥,后突厥。 突厥在隋朝时由于隋文帝的压制被分化瓦解,暂时还并不是特别强大。 但是等到隋阳帝继位后,天下开始慢慢地陷入混乱,趁着中原大乱,突厥快速发展起来。 公元626年,东突厥的协力可汗,长驱直入达到了距离长安二十公里的地方,唐太宗在这里与他签订了不平等的城下之盟。 因为这次国耻事件,唐太宗奋发吐强,开始权力强国,唐朝国力逐渐强盛。 公元630年,李靖率三千金瑞骑兵夜袭协力可汗,于百道,在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,呼和浩特市西北方,大败协力可汗。 一个月后,李靖与李世纪再次突袭协力可汗,最终协力可汗被唐军活捉。 东突厥逐渐灭亡,他们的领土跪入唐朝安北都护府。 西突厥势力最强时,东起敦煌,西达里海,657年唐朝左屯卫将军苏定方,率兵至今喀拉恩尔其四河附近,突厥可汗阿什纳赫鲁,摔十万骑兵来抵抗。 苏定方派出一万余兵马,与阿什纳赫鲁对阵,他先将部分步兵,占据高处的游历地形,然后自己躲在山坡后面。 阿什纳赫鲁见唐军人少,以十万骑兵冲击了三次唐军步兵,而不能撼动唐军阵型,这时苏定方一举刷出,大败赫鲁,西突厥灭亡。 后突厥后来也在745年被唐朝灭亡。 这三个突厥,都是当时的世界性大国,但是都属于那种,不能在大唐手中走过三招的角色。 二,高沟黎 这个国家在中国历史上的名头,没有突厥的名头响亮,但是它的实力绝对不比突厥弱小,因为突厥并没有灭亡任何中国一个大统一的王朝。 但是中国的随朝,可以说就是因为高沟黎而灭亡的。 公元668年,薛仁贵率3000人,猛攻重镇浮渝成,一战而败敌军,俘虏一万多人,后来薛仁贵与李基会兵,从此这块土地归属唐朝的安东都护府管理。 三,薛颜陀国 薛颜陀曾经是协力科汗的部下,在唐朝灭亡协力科汗之后,由于其首领疑难科汗对唐朝的和平政策,使得薛颜陀国快速发展扩张。 他们因此而几乎全部取代了协力科汗的地位,占据了整个中国的北方地区。 同时拥有20万精锐骑兵,是当时亚洲的一支超级势力,即使是唐朝对他也要三分客气。 但是唐太宗,当然不能允许自己家门口出现这么一个霸主,他首先是以和亲的借口,让一南科汗劳民伤财地准备了一番聘礼。 另一方面,又故意以一南科汗不能完全准备好聘礼为借口,推辞了婚姻。 这样暴躁的一南科汗直接被气死了,他的儿子和将领们开始互相厮杀。 公元646年,李基带着200骑兵前去平定薛颜陀国。 李基招募当地的赤勒九姓作为蒲丛军,薛颜陀国对唐朝仍然不服,于是李基带着200人,和蒲丛军一举击伴薛颜陀国,杀敌5000余人,俘虏3万多人,由此薛颜陀国灭亡。 4.天主 本来这个国家实在是不值一提,因为他几乎是被唐朝的一个人,王玄策所灭亡的,但是考虑到他确实是一个世界性大国,如今仍然以霸主自居,所以我们还是把这个历史给拿出来看看。 事情是这样的,公元647年,王玄策出使天竺国,这时恰逢天竺国发生内乱,新篡位的国王,派兵袭杀了王玄策的外交团队30多人,这操作堪比清朝的咸风了。 更为恶劣的是,这个篡位的国王还洗劫了王玄策的团队的财物,王玄策大怒,去吐波和尼泊尔借了不到一万兵马来,然后就与天竺国大战,三天之后,天竺被斩首3000,溺死一万,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给唐朝军队增加战绩而被溺死的。 不久之后天竺被王玄策灭掉了,他带着天竺的王妃,王子,以及一万两千多俘虏,两万多牛马回到了唐朝。 我们再大概地统计一下唐朝盛世,不包括唐朝初年和唐朝晚期灭亡的国家。 公元627年灭土玉魂,630年灭东突厥,640年灭高昌,646年灭薛炎陀,648年灭中天竺,648年灭秋辞,657年灭西突厥,658年灭辽人,660年灭契丹,660年灭百计,660年灭铁了,663年灭窝骨, 从这里我们不得不说,唐朝是一个真正属于男儿的时代,正是灭国土邦寻常事,法远正边自然间。 大汉七女缠鱼头,唐的风喉万年转,男儿心意在此时,万里惊奇万里战,雷亭嗓学步烧亭,斩草除根大夜短。 别离开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